唐浪不惨 封出去以后 把手封出去以后 往下一打 用这两个米走 打对方的太阳穴 然后再收回来 但我想知道像这样的一个动作 如果真正运用在实战当中 这样一下会给对方造成什么伤害 可能会打死人 余老师的唐浪手 时间太快了 那你眼睛都来不及 直到东南西北了 我们那时候五十对五十一轮 现在我跟余海老师打 他照照见了 我扛不了 而且打完以后 你搁都搁不了 这所有的全部肿的 你不练的话没办法再看 余海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并不熟悉 甚至脑海里 根本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 但你看到他的样子 和那新手拈来的唐浪拳 就会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李廉杰的师父 无精的老张人吗 余海作为唐浪拳第六代传人 不仅只是在荧幕上 全如重锤 快如闪电 私底下功夫更是了德 打起下来连周比例都要必让三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代宗师余海 1942年 余海在山东烟台出生 在他12岁那年 有姓拜七星唐浪拳第四代传人林景山为师 一般这武学大师都很是稀才 林景山鉴于海天生骨骼旗旗 是个习武的好苗子 对他很是看重 在教学上更是毫无保留 将唐浪拳 梅花枪 六合棍 大刀剑术等多种功夫 轻狼享受 余海更是不负师父所望 为了掌握螳螳 全身猛快速的特点 到处抓螳螳 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和攻击特点 甚至与其同住一室 他抓了数百只螳螳放在卧室 细心揣摩研究 只是为了更好的改良 创新螳螳拳 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的拳法越来越精进 更是创下了一秒打八拳的惊人记录 成为螳螳拳的第六代传人 1958年余海在师父的推荐下 先后代表市城最后闯入全国比赛 凭借自己扎实的武术功底 和精湛的拳法展露头角 成功被山东省体育运动基础局院招收 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武术运动员 1960年周总理陈一外长访问缅甸 其中随行的中国武术团中就有余海 那时的他年仅18岁 此后几年 余海多次担任中国武术代表团的教练 以及队长的职务 带队访问过美 法等30多个国家 对传播中华武术文化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2年似乎是关键的一年 余海的命运发生转变 他以以为傲的唐王拳一炮而红 被人们所熟知 余海同舞打明星李连杰 共同拍摄了张熙岩指导的电影《少林寺》 在剧中饰演谭宗大师一角 还接任该片的动作《武术指导》 并非专业演员的余海 刚踏入演艺圈便大获成功 他本身就是武术大家 并且为人正直 演这种少李武僧的角色 简直手到擒来 值得一提的是 余海将自己最拿手的唐王拳 搬到了荧幕上 与敌人对打的一招一式 都凝聚着他几十年的功力 给观众带来了真正的武学之美 在戏里坛宗大师苦口婆心 教导小和尚绝缘 戏外余海不仅对李连杰照顾勇家 还亲自指导他的武术动作 教了李连杰很多功夫招式 渐渐地余海对这个徒弟越发欣赏 而李连杰对这个前辈也更加尊敬 两人朝夕相处 亦师亦友 此后 余海就成了师父专业户 在少林寺之后 这对师徒又一起合作了 南北少林 少林小子 太极张三丰等多部作品 遗憾的是 两人最后因西路不同而分道扬镳 不过李连杰是懂得感恩之人 深知一日为师 终生为部 私下经常去看望余海 在演艺路上 结束了与李连杰的师徒合作后 余海又与另一个全国武术冠军 吴京在叙事徒远 1995年张欣妍决定 在续少林寺的辉煌 准备拍摄一部 功夫小子闯秦关 男主角正是吴京 余海则饰演他的父亲 值得一提的是 在拍摄余海和周比利的打戏时 吴京偷偷和余海说 周比利腿重 你要不要带上护具 没想到余海大手一挥 直接拒绝 周比利是谁 那可是一脚把李连杰踢脱就 把真子丹踢骨折的人 又正值壮年 而余海已经54岁了 但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一出手就只有没有 两人对打时 一向打遍娱乐圈 无敌手的世界拳王周比利 竟然也感到吃力 两人对打异常精彩 导演很是兴奋直言再来一遍 余海兴奋地答应了 而此时的周比利正在工具包住翻户具 由此可见余海的功夫 可谓是很强了 但奈何时机不对 影片上映后并没有达到期待的效果 张欣妍便又为吴京量身 打造了一部电视剧《太极宗师》 为了保证这部剧的质量 张导再次请来了余海 让他饰演吴京的老张人 没想到意外成就了两人的师徒员 《太极宗师》大获成功 甚至在内地掀起一股太极热潮 吴京在剧中的出色表现 也获得观众认可 余海作为武术界的老前辈 对吴京自然托家照顾 悉心指导他功夫 吴京也心存感激 即使之后凭借战狼系列大伙 见到了余海依然会毕恭毕敬的 教医生师父 之后本应安详晚年的余海 选择了当武术老师 为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和贡献 2001年 余海在山东成立了第一所 以武术教育为主的培训基地 这是中国唯一的余海螳螂拳培训基地 目的便是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 继承螳螂拳 从而弘扬中国传统武术 余海身上最值得推崇的 便是他对中国武术文化的贡献 最让人敬畏的 是他拿继承传统 刻苦钻研的可贵精神 做一件事很难 但几十年做同一件事难上加难 余海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研究发扬螳螂拳 这样的武术大师值得我们敬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